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我们继续在耳湾看大公园的一个全新开盘的一个新盘 这个盘开了才不到一个月,所以现在在第一期的价钱非常好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参观它的户型2号 那么2号户型呢,它是私房4.5位2949尺 售价是135万美金起,并且送6万美金的建商升级 那它的moving day是今年的10到11月 就是房子10到11月就可以交房 这边的物业费呢,是215块钱 学区呢,是997,高中是葡萄拉海,这里高中非常的近 大公园这边呢,设施非常多 泳池啊,公园啊,都有很多 那么这边的环境呢,也是非常安静的 它的正面呢,就是耳湾的Altar 那个很著名的豪宅社区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参观一下 看看这个2号户型是什么样子的吧 我们现在在参观2号户型 那么2号户型呢,它也是双层的设计 这个盘呢,三栋户型全部都是双层的设计 双层设计呢,可能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 那么家里如果有腿脚不好的老人呢 或者是像我一样懒得上楼梯的人呢 双层其实就是一个大福利了 那这边的客厅呢,设置了一个双开的玻璃门 可以看到前院的这个PATIO 那在采光上呢,大大的增加了房子的采光 那么要买房呢,已经做好了木制的百叶窗 这边包含的6万每间的建商升级 相信可以升级不少 那这一个它的厨房和餐厅是相连的 让我们看看这边是什么 这里可以做一个optional door 就是说可以做一个选项 去后院的一个小门 更加方便去后院 那这是一楼所使用的洗手间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那这边的户型呢,它为detached condo 就是说不连在一块的condo屋哈 你是享有土地的 但是你的土地呢,是跟别人有一些共有的common area的 那么也因此样板房所看见的院子呢 就是这边实际房子的院子 因为每栋每户的院子都差不多大小的 这边呢是6个炉头的设计 同样是火炉,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 这个院子其实还是挺大的是不是 有一个阳光房 然后呢还有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旁边还很特别地打了一个酒架 那这边呢是一个小侧门 书房的后面呢还藏有一个套房 这间是套房所使用的洗手间 为淋浴房 这边呢就是一楼的套房了 冰箱为嵌入室的旁边呢就是微波炉和烤箱 设计非常的科学合理 这边呢还有额外的橱柜 下面打了一个小小的酒柜 那这一边呢是车库的入口 旁边呢就是储物空间 好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边的样板房呢在楼梯上放了很多的窗户 大大的增加了楼梯的采光 但是上楼梯的时候呢感觉没有那么的压抑 那转上来呢有一个二楼的loft 旁边做了稍稍一些的挑高顶 就是进门 是有一些挑高顶的 所以一进门呢就会觉得空间非常的开阔 那loft朝里走的第一间就是主卧 主卧非常大 并且有一个patio 可以看出今年很流行圆木色啊 很多样板房都采用了这种圆木色的元素 哇这个patio真的很大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patio都可以坐下一间露天酒吧了 现在来看一下主卧的浴室 这是衣帽间 那女主人的洗手台 加一个超级大尺寸的浴室 感受一下 那主唯一出来的正对面呢就是洗衣房 可以摆下两台洗衣机 很多的硅子 还有一个可以手洗的水池 很传统的美式走廊 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gas suite 客人套房 衣帽间 水台 还有洗手间 这边呢则是另外一个房间 每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的洗手间 这种设计呢很合理 这样就不会有早上起来 排队等洗手间的问题哈 浅浅的绿色和白色相互印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刚开盘的这个launch 是它的二号户型啊 那二号户型呢它整体的设计呢都是长长的 然后楼下有卧室楼上呢是主卧及另外两间卧室 那么除了主卧之外呢还有一间特别大的卧室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选项哈 因为家里有一些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呢 他会喜欢使用大一点的卧室 那么这边的院子呢也算是挺大的 那么在大公园这边呢它的这个院子感觉也算是很大了 还不错 那它的价钱呢也是非常的合适 135万美金 那这么大的面积 那目前来说呢第一期是非常好的入手的时间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尽快的联系我 我来帮你拿房哈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订阅关注我 如果可以帮我点个赞的话呢就更好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我是Mina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